6月16号,旭日房车在位于米湖的Sunrise Trailer Park举办了别开生面的船舶和休旅车展销会,现场展出了Aluma Craft的各式钓鱼艇,Trifecta的豪华平底船和亚马哈各类船用马达。 旭日房车邀请了嘉华渔友协会在活动当天举办钓鱼比赛,并为比赛赞助了Aluma Craft的一艘钓鱼船。 据悉,比赛有34人参与12条船经过8个小时的角逐后产生名次。 当天,主办方还向记者介绍了房车体验,展示了房车的里里外外以及房车展开的过程, 还邀请了Roll Pot炒菜机器人的厂家在房车上进行了有趣的自动烹饪演示,全方位展示在房车上食和住的综合体验。 CCCTV,加拿大国际电视报道。